Hello 大家好 我是安东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大雁是一个冷酷的杀手 他是在近海邦 他算老三 然后呢他的老大叫白柳 是左小青老师饰演的 他呢 大雁是白柳一手抚养大 就好像他的干女儿一样 所以呢他会对白柳的女儿感情这么深 白柳让他干嘛 他就干嘛 只要对白柳不好的 大雁一定会除掉他 所以是一个中心的杀手 这部剧最大的亮点 我觉得就是他很风格化 他不太一样 虽然是民国戏 但是他很酷 有自己的吊吊 我觉得拍的时候就能感觉到 他的吊吊很不一样 今年我不太确定啊 有《欢乐英雄》是一个古装的情景喜剧 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叫红娘子 她是一个也有点像女老大的意思 希望今年能和大家见面吧 这部剧 挺值得期待的 首先 陈彤这个角色和大雁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性格 我觉得 陈彤诠释的是一种成长吧 她从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捣乱 到最后一个人承担起警队这么多的重任 我觉得她想告诉大家的是成长 陈彤在戏里面就是团宠 然后我在戏外呢 也比较感受到大家的宠爱 因为都是老戏谷老演员哥哥姐姐们 我觉得 她们不仅在戏里面帮助我 指引我 在戏外也都非常的照顾我 非常喜欢这个大家庭 最满意 真没有满意的 我觉得艺术就是 表演就是遗憾的艺术 我只是希望自己的每一部戏 可以慢慢的遗憾越来越少 就这样 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演员 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演员 只是小时候能感受到自己 非常想去表达 自己非常有表现欲望 然后上了学之后才知道 如何去系统的去学习表演 如何去做一个演员 我觉得是 她可以让我体会不一样的人生 因为角色多种多样吧 但是我只是我自己 如果我可以去接触不同的角色 那我就可以体会不同的人生 我觉得首先得去看剧本 然后得去揣摩角色 揣摩她的人物关系 我觉得自己还是 有胆量去挑战不同的角色 也不知道什么最难诠释 只要是没有接触过的吧 我觉得我都想去挑战 想试试多种可能性 也想看一看自己 挺想看看自己有多大名 我会珍惜每一个角色 不会去考虑她值不值得 只要是为了整体的艺术感觉 为了整体的效果 都可以去诠释 我觉得我喜欢那种 那种反其道而行的书或者电影 比如说难过的事情 她反而开心地去表达 或者是非常极度开心的时候 她反倒很平静 我喜欢这种比较怪异的手法 去表达的那些东西吧 会激起我的那种 好奇心 还有感受力 我觉得现在这个环境 让我还挺放松的 如果让我感觉到不太舒服 我会非常的拘谨 在熟人面前 我会很撒得开很疯 但是在不熟的人面前 会让我感受到不太好的地方 我会非常的内向 我平时我比较宅 喜欢在家看书看电影 然后养猫养狗 家里啊 之前养狗养那个小雕 然后养猫 现在在北京陪着我的 就是小猫 怎么说呢 我希望快点出现吧 这个 这我不能自己说 你们觉得呢 没有没有 谦虚一下 我觉得容貌 我就不打了 身材的话 我觉得我还比较健康吧 有个外号我叫安大壮 而且挺壮的 因为我总是在健身 所以而且加上骨骼也比较大 挺壮的 身材我觉得 只要你不喝饮料 然后不吃零食 我觉得正常的饭菜 你就正常的吃 不会太胖的 然后每天多运动一下 哪怕晚上出去走一走 我觉得都是够的 然后皮肤呢 就是少用刺激性的 如果你觉得 今天用了这个 明天效果就特别好 那你就不要用了 这个不太好 我觉得 坚持最久的 当然就是健身啊 每天都要动一动 不然身上会觉得不舒服 会觉得皮很紧 五年前 你选择的没错 五年后就是 继续往前走 不会错的 喜欢我 没错 我会宠你的 谢谢大家